这一次,宋书航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入九品天节空间 一开始他是蹭着吃瓜前辈的九品天节进来 然后又在龙洛女士和白前辈那令普通修饰窒息的操作下 在九品节先空间中进出 虽然靠着龙洛女士和白前辈的操作来欺辱九品天节也很有趣 但凭自己的本事进入天节,嘿,果然会更有成就感 此时,在九品天节世界中 原本属于吃瓜圣君一个人的九品天节 现在正分为东西两个世界 度节的成员被分隔开来,无法照顾彼此 吃瓜圣君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着一方世界 再度自己的千日之节 另一边,宋书航的分身 白前辈的半个肉身加半个分身组合 同样再度属于他们的千日之节 九品天节世界中 每一日过去,天节的威力都会变得更强 如今三个多月时间过去 此时的千日之节威力已经达到了加一百的威力 吃瓜圣君已经画出了他的功德神经之躯 苦苦支撑着 他在自己的身边撑开功德网络 时不时还得燃烧寿元来撑住 正常的玄圣度九品天节 多少都得燃烧寿元来爆发 所以,八品玄圣冲击九品节仙时 越年轻越好 剩余的寿元越长越有底气 只要晋升节仙后 燃烧掉的寿元能大量延长 节仙那漫长的寿元 只要不作死 目前几乎没几个老死的节仙 同时,吃瓜圣君不时地会关注 宋书航和白圣组合 希望他们能撑住 宋书航和白前辈因为意外被卷入他的九品天节 他内心很愧疚 如果不是九品天节世界被分隔为两个空间 此时的他定会尽全力去帮助宋书航和白圣 能凝聚出一身庞大功德的吃瓜圣君本质非常善良 三人的祖团杜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天节的效果 但天节一分为二又等于宋书航和白圣为吃瓜圣君分担了一半的天节威力 所以理论上,只要宋书航和白圣还能撑得住 吃瓜圣君再度的八进九天节威力总体上是下降的 所以无论出于哪方面考虑 吃瓜圣君都希望宋书航和白圣能坚持下去 撑过余下的九百多天天节 加油,八宋道友,我们能行的 我们已经度过了十分之一的九品天节了 眯着眼睛望了眼另一边的宋书航和白圣 在内心暗暗为对方打气 正当吃瓜圣君默默为八宋加油的时候 对面的天节空间中突然又有异动 剧烈的空间波动产生 有人强行撕裂九品天节空间 闯入九品天节之下 又来 吃瓜圣君心中一急 八宋小友那里又发生什么异变了 三个月前 八宋小友那里不断地发生各种状况 甚至还传送了几个客人进来 好几次都差点凉凉 这次不会又发生类似的异变吗 哈哈,终于进来了 果然我们还会进入这个天节世界 不会重新再开一个新的九品天节空间 又一个八宋道友的声音响起 吃瓜圣君转眼望去 便看到一个看上去更高一些 更年长一些的八宋 踏着黑帘出现 这是八宋小友的真身 宋书航的目光也落在自己的分身上 三个月前 借龙洛女士和白贤被手段替换进来的分身 比起她现在的肉身来 似乎要矮伤一些 连脸蛋看上去似乎也要稚嫩一些 这种稚嫩并不单止外表容颜 而是精神气质方面 也对啊 三个月的时间 我又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了 宋书航心中暗道 分身一直代替本体在这里度九品天节 所以气质上改变得不大 但她的本体 一口气从六品晋升到了如今的九品 整整长了三个大境界 气质上当然会沧桑一些 而身高方面 她本来没注意 现在看来 自己的身高又长了一节 道友辛苦了 宋书航对着自己的分身道 这句分身和展三师不同 这句分身并没有自我意识 完全靠着宋书航操作 之前在度节空间时 也是靠一缕神石来运转 现在本体回归 分身微微一笑 砰的一声化为一团烟雾 融入到本体中 同时 她最近三个月的度节经历 也全部融入到宋书航的记忆 白前辈 你也辛苦了 宋书航又对着边上的白前辈呢 白前辈上半身摆了摆手 别闹 我是刚被切了送进来的 哪来的辛苦 那白前辈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来终结这千日之节吧 宋书航严肃的 嗯 白前辈分身回道 我希望 最好能赶在过年前回去 白前辈 你的愿望 就是我们的目标 宋书航帅气一笑 然后他又远远地 冲着吃瓜圣君叫道 吃瓜前辈 你还好吗 还能撑得住吗 我来接受九品天节了 吃瓜圣君大声叮嘱 霸宋小友 你小心哪 他看到随着霸宋进来后 那一半边的天节威力猛增 甚至他这边的天节力量都被牵引走了小半 在对面天节空间中 天节的力量化为一张巨弓 其上有专门针对天之骄子的九霄神雷 化为箭矢 对准宋书航 足足近千枚 专门针对拥有跨级战力能力 天之骄子的九霄神雷 高度压缩 化为毁灭的箭矢 这九霄神雷箭矢 刚一成形 就带给吃瓜圣君巨大的压迫感 吃瓜圣君的灵魂仿佛都在颤抖 这一箭下去 就连拥有跨级战斗能力的天之骄子 也要隐恨当场吧 巴宋小友能挡得注射一箭吗 咦 有点意思吗 宋书航望着天空中的九霄神雷箭矢 一派轻松 不知不觉间 这种可以轰杀九品劫先的天节 竟然都无法带给他压力 虽然感觉被射中也不会太痛 但我毕竟不是抖M 没有站着被轰爆的爱好 宋书航轻声道 然后他伸手在虚空中一钻 出来吧 长生柱昆王柱 面对这种威力的天节 他甚至连核指柱都不用寄出 第2762集 另外 长生柱昆王柱有一个很实用的黑洞吞噬技能 这个技能可以直接将九霄神雷箭矢吞噬下去 保存起来 毕竟昆王本身就自带吞噬万物的属性 昆王体内更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小世界 空 天空中 那只九霄神雷箭矢携带蔑噬直威 向着送出航河白浅被射落 神雷之箭射出之际 空间都被崩碎 只是一刹那天雷神剑穿透空间 直接出现在宋书航的头顶狠狠暴露 在八禁九的天节中 天雷竟然附带空间力量 这是非常作弊的事情 可惜 就算附加了诡异的空间力量 这只天雷神剑也注定无法建立寸功 长生柱昆王柱的柱身 直接在宋书航的身边化为一个黑洞 那足以轰灭九品结仙 至少也能重伤九品结仙的天雷箭矢 落在这个黑洞中 就如同泥牛入海 没有掀起丝毫波浪 就被黑洞彻底吞噬 别说是波浪了 根本连个响声都没有 泥牛入海至少在扔入的时候 还能听到个响声 这天雷神剑连个响声都没有发出 就卑微地被黑洞吸收 隔壁的吃瓜圣君嘴巴张得巨大 震惊到何不拢嘴 我的天 这么轻松就将九霄神雷箭给解决了 宋书航小友这柱子是什么来历 这是什么级别的法宝 普通的九品阶线法器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吧 难道是长生者法器 八宋就是因为得到了这根极品的法宝 有了对抗九品天结的底气 所以重新回归九品天结世界 但不对呀 如果是长生者法器 炼化起来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 三个月时间根本不够霸宋将长生者法器炼化 甚至还将它带入到天结中来吧 吃瓜圣君思绪万千 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成功将这九品级的天结 新鲜的保存下来了 九品级的天结我还没吃过呢 可能是展三师消耗了很多能量的原因 宋书航感觉到了久违的饥饿感 他一想到九品天结的美味 口水就不由自主开始分泌 这新鲜的九品天结 要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清蒸 爆炒 油炸 或者直接切片生吃 想到这里 宋书航控制不住自己 贪婪地望了眼头顶的结云 来吧 继续你的表演 天结大爷 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渡完了九品天结后 理论上已经没有天结可渡了 所以 天结大爷你不用客气 有什么招都使出来了 这是你最后一次轰灭我的机会了 书航小心 我这边的天结威力又降落了三成 天结的威力都被吸引到你那去了 这一时 吃瓜圣君突然心有所感 马上出声提醒 他感觉自己似乎被天结小看了 或者说 天结本能地不想将更多的力量浪费在他身上 于是 大量的天结能量被抽掉 集中到宋书航那边去 要先急火轰掉宋书航 你的那根法器有没有承受的极限 要小心哪 下一波的九霄神雷剑士 很可能会不止一根 吃瓜圣君出声叫道 他可不想霸宋因为大意而出意外 霸宋对他有大恩在 如果他在九品天结中出了意外 吃瓜圣君感觉自己肯定会无比愧疚 吃瓜前辈莫慌 宋书航出声安慰的 不管他是要来两件还是三件 甚至是更多件 都伤不了我 为了让吃瓜圣君能不用瞎操心 宋书航面带微笑伸手一挥 哗啦啦的 树根霸神柱拔地而起 插满宋书航边上的空间 长生柱系列 地灭柱 虚日柱 何止柱 加之前的昆王柱 功德柱系列 皮皮蛇仙柱 天结柱系列 太古柱 用九幽宋书航摩羯为原材料 所凝聚出来的特殊柱 以及目前的最强之柱 稻柱 星龙柱 由龙洛女士加稻气 长眼睛星球大佬分身为原材料 柱成的双结棍柱身 一连串强大的柱子 差点要瞎吃瓜圣君的眼睛 这些柱子 每一根都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此时他们集合在霸宋的身边 隐约布下一个柱阵 霸神柱所查之处 就是我的国度 功德舍美人从宋书航身后浮现 毫不犹豫地抢走了属于何止摩地的台词 我的天 吃瓜圣君以为霸宋只得到了一根柱子 可没想到霸宋竟然有这么多的柱子 如果这些柱子每一根都有之前那根昆王柱的威力 那这八进九的天结就要根本奈何不了霸宋吧 这三个月霸宋的本体在外界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然获得如此巨大的机缘得到这么多的法器柱子 思索着 吃瓜圣君终于抽空 将注意力集中到霸宋的本体上 片刻后 吃瓜圣君的下巴脱臼了 先不说那八个霸子开头的圣号 八霸圣号简直史无前例 就先说说霸宋现在的境界 九品结仙 吃瓜没有看错 八宋现在的境界是货真价实的结仙 结仙生机 空间结果 还有元神已经不存在于体内 体内只剩下元神投影 三大结仙特征已经合一 吃瓜圣君迷茫了 难道天地大变出现了时间上的扭曲 我在结仙空间中度了三个月的天结 外界实际上已经过了三百年或者是三千年 否则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霸宋如今的九品 结仙境界吧 吃瓜圣君觉得自己的大脑已经接近当机 但对面宋书航带给他的震撼才刚刚开始 霸神助阵以立 天结已经无法对我造成影响 那么是时候开始操作了 宋书航说霸 取出一朵功德莲花 同时他意念一动 在他身后有三具身影跨出 善师罢善 恶师罢恶 自我师罢体 三师同时显现 宋书航激活了功德莲花 开始凭自己的手段来影响头顶的九品天结 今天他霸宋要让千日之节掉头 变成十日之节 一千天实在太久 白前辈还想着赶回去过年呢 而且对他来说 这个新年也非常有特殊意义 这是他加入九州一号群后过的第一个新年 这么特殊的日子 他可不想浪费在九品天结空间 第2763集 这是什么宝物 我从他里面感觉到了庞大无比的功德之力 隔壁的吃瓜前辈忍不住问道 他现在是功德之身体制 未来更是要踏出功德大道正道长生的存在 所以他对功德系的宝物特别敏感 宋书航一掏出这功德金莲时 吃瓜圣君就敏锐估算出 这功德金莲里所隐藏的巨量功德 不仅如此 他还从这朵功德金莲中感应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哀之感 这朵功德金莲的主人 是在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情况下 行了一件无比隆重 甚至足以影响诸天万界的大功德善事 才凝聚出了这等珍贵的功德宝物 吃瓜圣君实在无法想象 到底要是怎么样的善事 才能在影响到诸天万界的同时 却又附带无尽的伤感情绪 难道是要毁灭自己最爱的某件东西 拯救诸天万界的功德 我也不知道这功德金莲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只知道它能影响天节 宋书航说吧 在它身后的自我师霸体道友 脚踏白莲 伸手按在功德金莲上 往其中输入了一缕 忘记了神功的灵力 将这朵功德金莲激活 它霸诵之所以信心十足地进入天节世界 可不是为了过来享受天节大佬爱的独打 它是有底气的 这三个月来收集到的针对天节宝物 就是它的底气 哗的 功德金莲盛开 庞大的功德之光将宋书航白贤辈包裹 余下还有一部分的功德金莲力量 则流转到了隔壁的吃瓜前辈身上 有福同享 见者有份 这也是吃瓜前辈带着宋书航白贤辈度酒品天节的报酬 吃瓜前辈心善 宋书航和白贤辈都看在眼里 所以在关键时候 宋书航和白贤辈都愿意带吃瓜圣君一把 圣开的功德金莲 化为莲花烙印 浮在宋书航白贤辈吃瓜前辈的身边 这个烙印开始默默影响头顶的天节 压缩天节的时长这种影响 并非一锤子的买卖 而是细水长流行 只要宋书航三人还在天节试剂 吃功德莲花烙印就能源源不断地影响天节 时不时地撩一下天节大爷 让酒品天节的时长简衣简衣 这 这天地下竟然有此等宝物 吃瓜前辈震惊了 别看这简衣简衣很弱 隔上一会儿才会冷却完毕完成 但简衣的影响积少成多 要知道 千日之节最难熬的就是时长 有多少的八品玄盛 倒在千日之节的九百九十多天之后 而这莲花烙印不时地对天节带来简衣的效果 细水流长 累积起来后非常可观 说不定 这减少的天节时长 就是撑过天节的关键 这档宝物 太珍贵了 实在是所有杜节修炼者梦想的宝物 八宋道友 你是从哪弄来的 吃瓜前辈感激地望了眼宋书航 他没想到 连这等珍贵的功德宝物 八宋都愿意将效果与他分享 他感觉自己又欠了对方一个大人情 都不知道要如何偿还才好 如果这次他能成功晋升九品 那等回归现实后 他一定要想办法偿还八宋的大人情 最好是要找珍贵很值钱的天才地宝 但肯定不能直接送零食 八宋拿出这么珍贵的宝物 眨都不眨一眼就共享给他使用 如果给他送零食的话 简直是对八宋人品的一种侮辱 呃 应该是蛮珍贵的吧 宋书航点头 类似的宝物 愚蠢居士每个月才能凝聚一枚 而且诸天万界恐怕也只有愚蠢居士能够凝聚出这等宝物 连他的自我师霸体也不行 自我师的忘记了神功是双倍效果 若上去讲法 恐怕诸天万界修炼者不但看不到人 也听不到讲法声音 只会白白浪费机会 感谢八宋道友 他日我必当重爆 吃瓜前辈抬头望着天节 现在就让我们加油渡劫吧 有着功德莲花的效果 他对渡过天节的信心更加充足强 轰隆隆 正说话间 宋书航那边又有数只九霄神雷箭矢射录 这些箭矢 吃瓜圣君就算借助功德网络加燃烧寿源 最多也只敢接下一枚 但宋书航此时周身插满了霸神柱 吃瓜圣君之前还在想 如果这些霸神柱每根都有昆王柱那么强大 九霄神雷箭矢这种程度的天节就伤不了霸宋 但他没想到 余下的霸神柱竟然每一根都比昆王柱要强大 昆王柱反而是所有霸神柱中的小老弟 在霸神柱的柱镇中 每一根霸神柱都幻化出对应的柱灵迎接天节 昆王柱幻化出长生者昆王气吞万里 但在他身边闪烁而起的却是一尊盖世魔帝 那魔帝霸气无双 昆王和他一比差距就像是蓄日和小月亮的对比 而在魔帝的身边有一轮真正的虚幻蓄日显现 这虚幻的蓄日强大程度丝毫不比魔帝差 甚至感觉还能压魔帝一筹 在这虚幻蓄日和魔帝边上还有更强大的存在 地灭柱所幻化的天地在气息上完全碾压魔帝和虚日 而在地灭柱的后方有一尊霸颂的虚影浮现 但这尊霸颂身上却有着毁天灭地的九幽主宰气息 最强的却还在后方龙洛女士家盗气掌眼睛星球大佬的组合 这个组合的威力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甚至就连功德柱皮皮柱的气势 在功德舍美人一次又一次地记住后 也比昆王柱要强横 吃瓜前辈的鱼饿再一次被震惊到脱臼 三个月不见 八宋道友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么多强大的法器 他到底是怎么获得的 普通八品玄盛 哪怕得到其中一根就足以横行于世了 而八宋却一口气掏出七根 还有那个拥有天洁气息加九幽主宰气息的 八宋形象柱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吃瓜圣君已经被震惊到头皮发麻 但是宋书航的骚操作才刚刚开始 显现吧 天雷毕业证书 宋书航脱去上衣 露出自己身上的天雷毕业证书 我方攻击天雷毕业证书 对雷系天结打出四折优惠伤害 对总九品天结造成强制二折优惠效果 千日之节 简写二百日 吃瓜前辈这次已经没有鱼饿可脱臼了 他只看到八宋身上有和天雷相关的法则微微闪烁 然后针对八宋个人的天结似乎又被削弱了 这次吃瓜前辈只能瞪出自己的鱼眼来表达自己的震惊 配合着他脱臼的鱼饿完成目瞪口呆的表情 这到底是什么法则 为什么连天雷都会被影响 为什么八宋会这么熟练 他到底被天雷劈过多少次 可惜 这次的九品天结强制打折优惠只针对八宋个人 隔壁的吃瓜前辈无法享受到这部分的福利 这么算下来的话 八宋岂不是会逼我更先一步从九品天结中不结而出 明明这是我的九品天结呀 即使是心善如吃瓜前辈 在这一刻内心也有点小委屈 不过他并不嫉妒八宋能早点从九品天结中脱身 毕竟这是件好事 话说八宋会提前脱身 那么到时候就会只留下我和白圣一起度最后的九品天结吧 吃瓜圣君想着 又将目光转移到白圣身上 如果只剩他和白圣一起度节 似乎也是件美事 主要是白圣清和力高 哪怕和白圣待在同个空间里十年八年 也不会腻味 但当吃瓜圣君一转眼时 便看到白圣的身上也浮现了一枚天雷毕业证书 宋如航如今的原神投影是十五加一份状态 其中有一份原神投影的手臂属于白前辈 当时在承受三眼少年前辈士仙雷狂批凝聚天雷毕业证书时 白前辈的手臂上同样凝聚出了一枚证书 继宋书行之后 白圣同样对九品天结使用了强制雷系天结降价四成优惠攻击 总天结时长降两成 减两百日和霸宋保持同步 吃瓜圣君眼神复杂起来 他本以为霸宋是三个人中最特殊的一个 现在看来他自己才是最特殊的一款 当其他两位都很特殊时 他这只混入狼群的哈士奇反而成为特殊的异类 这种能降低天雷效果的法则到底要怎么凝聚呢 吃瓜圣君用力拍回自己脱臼的下巴忍不住问道 之前的功德莲花很珍贵 很可能诸天万戒都没几枚 但霸宋和白圣身上的降低天结效果法则 看上去似乎具有可复制性 毕竟霸宋和白圣同时拥有 如果具有可复制性的话 那简直是其他八品玄圣度节的福音呢 呃应该被天结天雷天罚之类的批啊批 批到一定程度就能出来了吧 宋书航回道 或许还得吃点天结啥的 白钱被补充 他和宋书航有几个共同特征 他们都经历过天结 吃过天雷 还挨过天罚 吃瓜圣君沉默下来 挨天罚 吃天结 告辞 天罚可是死死无生的玩意 谁挨谁死 吃天结这种事情 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霸宋的天雷毕业证书 学不来学不来 吃瓜圣君绝了这个念头 接下来白姐妹 我们继续吧 话说白姐妹你准备好新年礼物了吗 宋书航一边伸手 在虚空中画着符文 一边问道 嗯 今年难得过年时清醒 白前辈点头 有我的份吗 群里的前辈都说 今年不给我发红包了 只发红包给我的弟子 说到这个话题 宋书航就有些心塞 如果白前辈不给他发个红包的话 那九州一号群里前辈们的过年红包 将是他霸宋永远得不到的待遇 嗯 你要的话 那就给你也发个 白前辈点头 谢谢白前辈 宋书航感动到说不出话了 同时 他伸手在虚空中用力一拍 从烟雾邪魔核心中提取出来的胖球大佬针对天节天罚研究被提取出来 这些胖球大佬的研究数据已经经过了宋负九优主宰权限的演算 化为了宋书航的所有物 宋书航按照胖球大佬的研究 不断地将一枚枚符文打入虚空 融入到他和白前辈头顶的天节之中 继天雷毕业证书的强制打折优惠攻击后 宋书航又对九品天节进行了胖球大佬研究攻击 胖球大佬研究信息攻击效果出类拔萃 瞬间对千日之节造成减300日的压缩效果 宋书航和白前辈头顶九品天节的强度开始提升 胖球大佬的减300天节时长 是以压缩天节威力的方式进行的 也就是说足足将近一年份的千日之节威力被强制压缩 狂暴的雷鸣声在头顶咆哮 天节的威力疯狂突破 威力瞬间就超出八进九天节应该有的样子 隔壁的吃瓜圣君呆住了 八宋手中推出的符文等级实在太高 吃瓜圣君一眉也没有看懂 这完全是超出八品玄盛 甚至超出九品节先能理解的知识 他虽然看不懂符文 但能感觉出效果 天节时长被压缩了 八宋你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将千日之节的威力压缩 这样虽然降低了天节的时长 但却会增强天节的威力 得不偿失啊 吃瓜圣君下意识想要叫上一句提醒宋书行 但他突然想起宋书行 那还没度完结就达到九品的境界 以及那七根霸神柱 便强行咽下了想要提醒的话 以现在霸宋的实力 或许真的可以撑过去 嗯 和我预算的差不多 宋书行满意点头 千日之节 在天雷毕业证书 加胖球大佬研究资料的影响下 一口气减少了约五百天以上的时长 这个数据前后差距不会太大 而在这之前 他的分身和吃瓜圣君 就度过了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原本的千日之节 就只剩下410至420天左右的时长 而这400多天 还得减去功德金莲那不断减一的效果 400多天的时间 已经短到令普通八品玄圣要哭出来了 但宋书行和白前辈并不满足 继续 下一步 书行 白前辈等 收到 白前辈 宋书行伸手在自己身上一点 七大圣印一一浮现 继七大圣印之后 又有一枚特殊的印线身 那是戒主印 霸戒 戒主权限 同样拥有削弱天结的效果 白前辈同样伸手一点 寄出一棵小树状的虚影 那是梦界的世界树 象征着梦界的戒主权限 还 还来 吃瓜前辈感觉自己已经有点麻木了 第2765集 戒主权限呢 宋书行和白胜竟然连这种东西都鼓刀出来了 而且一弄还俩 这个是连长生者大佬都很少弄到的资格 诸天万剑那么大 太古至今存活的长生者数量也不少 但拥有戒主权限的长生者不超过十指之数 甚至可能更少 有没有五指之数也不可知 戒主权限拥有臂节的效果 这个知识点很多修炼者都知道 但这个功能从古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过 毕竟真正执掌一戒的基本都是长生者大佬起步 他们拥有戒主权限后还渡个毛的节 谁也没想到 宋书行和白胜竟然在八进九天节之前 就鼓刀出了戒主权限 并将他们投入到了实战之中 你们俩为什么可以这么屌 吃瓜圣君感觉自己的圣号起得实在太真实 现在的他就是一个标准吃瓜的 他头顶的天节能量份额被大量抽调到了隔壁 疯狂披向了宋书行和白胜组合 所以吃瓜圣君现在的渡劫压力大减 他现在甚至还有空闲的时间和精力 去关注隔壁宋书行和白胜渡劫 就如同一个小白观众 不断被宋书行和白胜的骚操作震惊 光是这短短的几小时内 他的余额都不知道拖旧几次了 除了震惊和喊叫666外 他都找不到自己在这九品天节中存在的意义 宋书行和白胜渡劫的画风 实在是令吃瓜圣君渡劫关崩溃 从一开始的功德金莲 到之后的天雷毕业证书 再到之后那些恐怖的符文知识 还加上现在的借主权限 霸宋和白胜到底还拥有多少 对天节强制打折的手段呢 这一刻 吃瓜圣君内心深处 竟然隐隐为天节大佬联系起了 他头顶的这波九品天节 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掉价的天节吧 从霸宋真身归来的这一刻起 吃瓜就只看到天节的威严被不断地打折 哗了 八戒圣印的威力全开 笼罩住戒主霸宋 在宋书行的身后 有一个巨大的世界虚影显现 这个世界充满着被毁灭后的气息 但在毁灭中又有心声在酝酿 八戒现在处于百废戴新的状态 但他的潜力无限 宋书行身上的挂戒们肯定能好好地将他开发 就像开发核心小世界一样 说不定目前在核心世界里免费打工的无奇魔宗弟子们 在打工合同完成后 还可以迁移到霸戒中去 成为进驻霸戒的第一个门派 这些事情都不用宋书行去烦恼 反正只要他身上的挂戒大佬们闲着无聊 偶尔大火你出手一下我出手一次 就能将霸戒开发成兴盛的世界 边上白盛的威势也不若霸宋分毫 他手中的世界术化为成天巨树 世界术开枝散叶 整个虚幻的梦界都附在世界术之上 梦界的借主权限附在白盛身上 将白盛称托得更加虚幻俊美 白盛和梦界虚影简直是完美的搭配 在他们头顶上气势汹汹的天结再次被削弱 原本已经只剩下四百多天的千日天结 这次一口气被从三位数削弱到了两位数 借主权限削弱了将近一年的天结时长 宋书航的千日之节只剩下八十多天的时长 白前面那边的千日天结削弱程度也和宋书航差不多 虽然他的梦界借主权限比宋书航的更强大 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借主 而是通过世界术为中转 将借主权限临时转移到自己身上 所以梦界借主权限对天结的削弱 才和宋书航的霸宋借主权限相差无几 白前辈 我这还剩八十天左右 宋书航出声的 我这边也差不多 白前辈点了点头 你还有其他手段吗 还有其他手段 吃瓜圣君感觉自己的心肝随着白上的询问 而变得紧张起来 不会真的还有折扣吧 千日之节一下子被打折到八十天 吃瓜圣君感觉自己已经羡慕到快哭了 区区八十多天 对修炼者来说简直不要太快 但即使如此 白圣和宋书航竟然依旧不满意的样子 我还有灵鬼仙子 宋书航道 灵鬼仙子深怀地忘记了神功 似乎还经历过特殊的强化 拥有影响天结的效果 只要将灵鬼仙子搬出来 加功德金莲不断简易的效果 宋书航有把握让八十天再打个折扣 将千日之节的时长压到各位数 可以再压缩多长时间 白前辈问道 宋书航推测道 具体不太确定 但我感觉努力一下 配上我现在的自我师 也拥有九层地忘记了神功修为 应当可以将八十天压缩到八天左右 八天吗 那你先等等 先让我来 然后你再祭出灵鬼仙子 白前辈道 看样子 白前辈也有影响天结的手段 这一点宋书航毫不惊讶 事实上 哪怕白前辈说自己有法宝 可以让天结叫他大哥 宋书航都不会怀疑 白前辈在宋书航心目中的位置 就相当于白多拉A梦前辈 我先将本体召唤过来 到了最后的环节 我这句分身终于算是完成了使命 白前辈说吧 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以腰部为分割线 分离开来 一柄一次性飞剑被祭出 带着白前辈分身的上半身 咻地一下离开了九品天结世界 想进就进 想走就走 根本不给九品天结空间一分面子 而九品天结空间 似乎也没有要阻拦白胜离开的迹象 甚至他似乎还有给白胜大开后门的感觉 即息后又是嘶的一声 一柄飞剑射来 带着白前辈本体的上半身 两个白前辈半身合体 那无与伦比的魅力扩散开来 连头顶的天结似乎都被这魅力感染到 明显僵硬了瞬间 白胜难道是要用自己的魅力征服天结 隔壁的吃瓜圣君脑海中浮现一个荒唐的猜测 嗯?我似乎睡了一觉 白前辈睁开眼睛迷茫地望了眼四周 然后他抬起袖子 悄悄擦了擦自己嘴角的口水 望向宋淑恒 早安,淑恒 早安,白前辈 宋淑恒硬 虽然不知道现实地球的华夏时间 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 但既然白前辈说是早安 那就是早安了 宋淑恒面带微笑 白前辈的本体半身 之前一直挂在梦节的世界树上闭关 现在看来是闭关闭着闭着后 白前辈的本体半身就睡了一觉 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要知道 白前辈和宋淑恒不同 他可是闭关狂人 宋淑恒是那种 诶?今天我竟然闭关了半个小时 我真是了不起的闭关渣渣 但白前辈是那种 诶?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不如闭个关吧 那种的闭关强者 特别是刚和宋淑恒接触的时候 白前辈是争分夺秒的闭关 时不时的就会进入到阿白闭关模式 而就是这样的闭关强者 竟然在闭关的时候睡着了 明明在闭关是睡觉的事情 是宋淑恒的专利才对 所以宋淑恒内心有些发虚 会不会是自己带坏了白前辈? 这次闭关的时候 久违地接触到了一些法则 因为是处于梦界 又执掌了梦界权限的原因 那些法则都是通过梦的方式来接触的 白前辈擦去嘴角的口水后 双手赋于身后 帅气至极 哦 原来如此 宋淑恒点了点头 在梦界 执掌梦界权限后 通过梦的方式接触法则 一听就很高大上 和他通过斩杀搭搭天地 进入悟道状态 又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 白前辈闭关睡觉不是被他传染的 他就放心了 白前辈领悟到了什么法则 和杜劫有关吗 宋淑恒又问道 嗯 白前辈点了点头 对了 淑恒 接下来我需要借你的那两套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一用 嗯 没问题 宋淑恒回道 他意念一动 有六十五件本命法器 从他本命灵狐中飞出 经过他本命灵狐不断滋养的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现在变得更加闪亮 接着 他右手上的逆经拳套也飞了下来 拳套上 气灵小仙子跪坐着 右手高举 他就像是气灵中的大姐大 指挥着所有的本命法器行动 余下的六十五件本命法器 整齐的排列 每一件法器上全都浮现一团气灵雏形 紧跟在气灵小仙子大姐头身后 我的爹 隔壁的吃瓜前辈又被震到了 这个时候他内心实在词穷 说不出更多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霸宋的六十六件本命法器 竟然全部凝聚出了气灵 这是什么操作 这种事情 说出来诸天万界恐怕都没有人相信吧 就算是传说中的长生者大佬 手中能有一两件有气灵的法器都差不多了 但八宋手中可有足足六十六件拥有气灵的法器啊 吃瓜圣君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的气灵群体 这种事情 哪怕等九品天节结束后 我拉出来和竹天万节的道友分享 别人也会以为我在吹牛吧 吃瓜圣君心中暗道 而且还是那种不打草稿的吹牛 不仅如此 吃瓜圣君仔细观看之时还发现 这六十六件本命法器全部是九品节仙级别 不对 这不是九品节仙级 而是超九品的层次 身为一个快要晋升的节仙 吃瓜圣君对九品节仙的层次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八宋这六十六件本命法器等级 绝对不是九品那么简单 这是超越了九品层次限制的法器 难道这六十六件法器都是成生者神兵 这也太夸张了吧 吃瓜圣君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都不受控制起了 咚咚咚 他的心跳就像是大鼓一样强力跳动 是霸宋的这六十六件法器的原因 这六十六件法器上竟然有统一的心跳波纹传出 让边上的生灵不由自主地随着这波纹一起心跳 这是一场心跳的盛宴啊 可怕的霸宋 他这是打算让每个看到他的人都强制对他心跳吗 这世界上恐怕已经很难找出比霸宋这三十三兽组合法器更强的组合法器了吧 吃瓜圣君一边心跳着一边暗暗想到 这时边上的白圣也出手了 白圣伸手取出一柄仙剑 仙剑出鞘 仙剑上同样有一只可爱的气铃游走 那是一个缩小Q版形态的白圣 哟 哈哈 流星剑的气铃对着宋书航招了招手 哟 小星星 宋书航回道 Q版的流星剑气铃出鞘后又伸手对着剑鞘一点 下一刻 这剑鞘分裂开来 化为一套完整的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这是那次在见到天道白的遗迹中白圣被获得的套装 这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是由天道白亲手打造的产物 不是道器 却拥有一些道器的性质 吃瓜圣君用自己的尾巴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脸 脸中 白圣这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比霸宋那两套更强 书航 我需要临时控制权 白前辈到 啊 我早已经为白前辈开启 宋书航配合道 这是他和白前辈之间的默契 白前辈点了点头 他伸手对着三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一点 三套法器飞快地组合起来 嗡的 法器在白前辈的操作下化为一道神桥 这神桥似乎跨越空间 跨越彼岸 仿佛跨越时间 连续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远古时期 天道白以一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为砖 随手那么一抛 现实的宋书航因为白前辈兔喜欢的原因 铸了两套本命法器 然后那砖就砸到了他的头上 此时的神桥 仿佛就连接了天道白随手一抛的概念 连接到宋书航筑两套法器的点 神桥凝聚 架在宋书航白胜身前 吃瓜道友 你且站好 白前辈对着吃瓜圣君微微一笑 然后 在他的控制下 神桥也跨过了吃瓜圣君 将他覆盖在神桥范围之内 吃瓜圣君对宋书航和白胜的善意 在最后又得到了回报 神桥的另一端 在白胜的控制下 直接架到了虚空的天结之上 隐隐间有一道压迫十足的气息被释放出来 不朽 宋书航这位不朽信息专家 第一时间察觉 他可是接触过很多次不朽信息 还能活蹦乱跳的男人 不朽 吃瓜圣君连忙闭上了眼睛 他可是超老牌的玄圣 而且还进入过那个功德网络 在其中遨游 掌握功德网络中的很多信息 比起普通修炼者来 他更深知不朽这个概念的可怕 而且 因为被宋书航和白胜一连串骚操作震惊到的原因 吃瓜圣君此时竟然没有怀疑白胜鼓刀出不朽信息的可能性 在潜意识里 他已经信了 第2767集 吃瓜圣君现在对白胜和霸宋抱有一种无敌的信心 毕竟这场天结从头到尾 霸宋和白胜的操作太秀 现在就算有人告诉吃瓜圣君 白胜其实是天道 霸宋其实是九优主宰 吃瓜圣君也会点头信了 你们说啥都是对的 你们是啥我都相信 简直迷信 所以 白胜鼓刀出不朽信息这种事 霸宋一提出来 吃瓜圣君当场就信了 他选择立刻闭眼 克制自己的内心 不去好奇 不去看那不朽信息 吃瓜圣君闭眼的速度极快 他生怕自己闭得迟了 就会沉迷于不朽信息中 无法自拔 诸天万界 几乎没有修饰 在看到不朽信息后 还能挪开眼睛 不朽就是这么致命 你们不用担心 这不是真正的不朽信息 只是一种模拟信号 对天结也能造成影响 压缩他的时长 这一时白前辈的声音响起 他借宋书行两套33兽组合法器 鼓刀出来的神桥 并不是真正的跨越时光 灌骨通金 而是通过这神桥 读取出天地间的某个印记信息 然后借自身和33兽组合法器的特殊性质 将那天道白的印记信息读取出来 重新模拟 也幸亏天道白没有像第一第二天道那般 将自身的存在从根源上抹去 白前辈才能如此操作 所以 此时虚空中凝聚出来的天道白不朽信息 只是粗浅的表层信息 不像真正的不朽信息那么致命 吃瓜道友你也不用挪开眼睛 你可以趁机看一看这些不朽信息复制体 或许能从中获得灵感 白前辈又出声提醒道 这也算是他给吃瓜道友留的一点小福利 毕竟将他的九品天节搅乱成这样 白前辈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的 我真的可以看 吃瓜圣君问道 没事的吃瓜前辈 最多爆掉眼珠子不用担心 宋书航显得非常有经验 对我们来说 爆掉的眼珠子 抠掉重新生长出来就好 又不会留下后遗症 吃瓜圣君心中好奇 为什么爆掉眼珠子 抠眼珠子这种事情 在八宋的嘴里讲起来就跟剪指甲一样 八宋你这几个月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不过 有白圣和霸宋的双重宝阵后 吃瓜圣君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望向白圣的位置 在他的世界中 白圣和宋书航站在神桥的一头 而又有一个白圣面目模糊站在神桥的另一头 而吃瓜圣君自己则站在桥下桥洞中 那就是不朽信息吗 吃瓜圣君的目光望向神桥另一头的模糊白圣 两个白圣两种风格 双倍的视觉享受 我今天值了 这世界上恐怕已经找不出比这更美好的画面了吧 毕竟初天万界也就只有一尊白圣 再想找出这种双白对立的画面应该很难了 吃瓜圣君心中思索着 目光不由自主被神桥另一端的模糊白圣所吸引 对方身上散发着的正是粗浅复制的不朽信息 这种连皮毛都算不上的伪不朽信息 对不朽之下的修炼者来说 却拥有着无法想象的妙用 吃瓜圣君的双眼死死盯着模糊白圣 将他的形象 他身上的信息牢牢记住 因为盯得太久 他的双眼开始干涩剧痛起来 吃瓜圣君下意识地就想挪一视线 不要躲避目光 大不了眼珠子爆掉 不要挪一视线 这样的机会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这时 霸宋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吃瓜圣君咬牙撑住自己的眼皮 同时他的眼角余光注意到一件事 霸宋竟然完全不受影响 霸宋的双眼直视桥头的不朽 白圣信息体 霸宋道友 你的眼睛不会痛吗 吃瓜圣君忍不住问道 不痛啊 反而舒服得很 宋书航面露微笑 毕竟我是有过好几次经历的 所以眼睛也适应了这种等级的痛苦 不过吃瓜前辈 你不用怀疑自己 我第一次看不朽信息的时候 双眼都爆炸了 连装备着儒家圣人指眼都撑不住的 吃瓜圣君顿时失语 霸宋这一句回复中的信息量太大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白兄妹 效果出来了没 宋书航询问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将天道白烙印复制体中的不朽信息吸收 融入补全自己的伪不朽模式中 一次次地接触到不朽信息后 宋书航明显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伪不朽模式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 只需要一个契机 他的伪不朽模式就能进行一次蜕变 而这次的九品天节 很可能就会成为他的伪不朽模式的契机 嗯 效果算达到了预期 白兄妹点了点头 神桥另一边 天道白烙印突然双臂伸展 摆出白鹤亮翅的姿势 同时有一条腿缩起 呈金鸡独立状 吃瓜圣君微微一愣后 突然心中一动 这个姿势 难道其中蕴含着什么特殊的含义 我要不要将它记下来 回头画出人形状态 好好琢磨一下 另一边 随着天道白的特有姿势显现 头顶的九品天节再次被按在地上摩擦一遍 宋书航略以感应 便发现自己原本只剩八十天寿元的九品天节再次折寿 仅存的八十天寿元 一口气被压缩十倍 从八十天被压缩成了八天 而这还只是宋书航的那部分天节时长 身为师法主体的白前辈 他那边的效果更强 余下的八十天九品天节 更是直接被压缩到一天 最终连二十四小时都凑不起 隔壁的吃瓜圣君 哪怕站在桥洞中也收到了好处 他那边的天节时长也被压缩了六十天左右 接下来看你自己的了 白前辈对着宋书航道 争取将你的渡劫时间也压缩到一天以内 我们好同时完成千日之节 破戒回归 有白前辈你这话我就吻了 宋书航点头 他伸手轻轻在自己的胸口敲了敲门 缩小尺寸的灵鬼仙子打开一扇门 然后就如同坐滑梯一样 从宋书航的胸口滑出 第2768集 灵鬼仙子顺着滑梯滑落后 身形也一路变大 待他落地时已经化为正常大小的模样 宋书航不由一正 之前出现能上锁的门就已经很令他吃惊了 现在这滑梯都被灵鬼仙子鼓到出来了 他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同时摸了摸架在自己胸口的滑梯 这滑梯还老长了 而且是旋转式的 从他胸口旋转着一路架落在地 灵鬼仙子落地后 又伸手搬起滑梯 将它折叠起来 塞回到门内 最后他还不忘记关门 将门上锁 摆出OK的手势 宋书航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被掏空了 是那种物理意义上的掏空 边上流星剑的气灵出声问道 航航 要我为你们护法吗 不用小猩猩 我下一步只需要和灵鬼仙子进行功法同步即可 宋书航说吧 他身后的自我师霸体主动上前一步 霸体开始运转九层地忘记了神功 它的存在感瞬间变得透明化起来 连宋书航自己都开始忘记霸体的存在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展三师是不是没成功 第三师是不是没展下 差点就要现场动手再展个第三师出来 对面 灵鬼仙子微微点头 配合着运转忘记了神功和自我师同步 灵鬼仙子的忘记了神功 是在雨角驱使仪系的秘境中学到的 并且他还通过居士仪系的秘境中 掌握了影响天结时长的手段 自我师加灵鬼仙子同步后 天空中针对宋书航的天结受到了刺激 开始暴动起来 宋书航的九品天结 此时经历了数次的折兽加压缩 威力已经胀大到无比恐怖的程度 这时候的天结每一道攻击 都足以给正牌九品节仙造成伤害 现在 随着灵鬼仙子加自我师的最终压缩 白前辈和宋书航的千日之节 终于一口气被逼到终结的阶段 两人的天结都进入到了最后一天 成功了 宋书航的天结也进入到了不足24小时行列 白前辈提醒出声 准备好了 终结可不好度 嗯 宋书航点头 本来千日之节的最后一天终结就无比可怕 让诸多八品玄盛在撑过999天后 隐恨在最后一天 现在 白前辈和他的天结更是经历了数次时长压缩 而且还是组团度节 威力只会更可怕 我会以面对长生者大佬的态度来面对这终结的 宋书航稳重道 嗯 正当如此 白前辈轻轻一撩自己的衣裳 让自己的法衣画出本来面目 画为一身帅气的白色古装长服 隔壁的吃瓜圣君好不容易从不朽信息中回过神来后 又听到了宋书航和白圣间的对话 如果是正常的两位八品玄盛再度求品天结时这么对话 那肯定是吹牛皮 八品玄盛怼长生者 只有死路一条 但对话的是白圣和霸宋后 吃瓜圣君又陷入迷信状态 隐隐感觉非常可信 说不定 霸宋和白圣真的怼过长生者 虚空中 天结各种样式也层出不穷 终结 最后的二十四小时 是九品天结最后的机会 也是他最后的倔强 这一次他不再保留 所有的手段被他尽数掏出 曾经被白圣刷过的现代化天结也在凝聚 各种现代化武器 导弹 核武等等 都开始成型 而且 这些现代化天结全部是九品威力强化版 无数的现代化天结在结云中构架出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军事国度 这是现在进行时的天结 而在现代化天结的边上 有诸多古朴型号的修炼者法器 神兵 天结之矛 天灾之鉴之类的天结显现 又有一个个在古代与天结抗衡 并在天结中留下过强大个体烙印的修炼者印记 也被天结显化出来 化为人形天结立于结云之上 这部分是过去形的天结 不仅如此 在过去形和现在进行形的天结边上 还有一些科幻风格的天结在凝聚 许许多多只存在于未来概念中的武器 也被天结凝聚出来 那些天结武器的风格处处透露出无限杀机 这些未来概念的武器造型奇特 光从外形上很难判断它们的效果 这是未来型的天结 这次的球品天结终结 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 将过去现在未来三种形态的天结面貌 一口气展现出来 三大形态同时出现后 隐隐间还会产生一种共鸣 附带一种时光轮回的威力加成 在这过去现在未来的天结轮回中 锁定霸宋锁定白圣 但它们没有直接落下 而是依旧在强化 以丧心病狂的程度叠加强化 这已经完全不是拔尽九的天结了 隔壁的吃瓜圣君看到头皮发麻 在这过去现在未来轮回天结中 无论来多少的八品玄圣 都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候吃瓜圣君隐隐感应出天结的倔强 在这样的天结下 霸宋和白圣能度过吗 只看数据的话 霸宋和白圣生存下来的几率接近于零 但吃瓜圣君不知为何 有种迷之信心 加油啊 霸宋白圣 吃瓜圣君大叫起来 不要输给天结 轰 天空中过去形态的天结率先轰落 数以百计的强者人形天结 数以千计的天结织毛诸仙法器天结 朝着下方轰落 下方爆炸声如滚雷不断震响 但隔壁的吃瓜圣君却瞪大了眼睛 下巴再次脱臼 天结看上去是那么的可怕和威猛 但不知为何 这一批的过去时天结却锁定着距离霸宋和白圣很远很远的空地区域狂轰烂炸 就仿佛那片空地上有着天结最憎恶的存在一般 而白圣和霸宋却毫发无损 今天天结大爷终于被气瞎了吗 如果不瞎的话 那么大的一个霸宋和白圣站在那里 天结却偏偏挑了个距离两人很远的空地狂轰乱炸 这是在搞什么 总不能是放空炮恐吓吧 都到了终结阶段了 恐吓没有任何意义 又或者 天结怂了 又一个念头浮现在吃瓜圣君的脑海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可怕的九品天结终结的确像是怂了一样 是你的灵鬼仙子和自我师的效果 这时白圣被出声问道 嗯 宋书航点了点头 我的灵鬼仙子有一门特殊的秘法 配合了忘记了神功可影响天结 不过 具体是什么秘法 我忘记了 这就是于肥居士一戏非常令人蛋疼的地方 有时候就算是想介绍一下他们 夸一下他们一戏的牛批之处 但一开口脑海里却空白一片 根本不知道要向别人介绍什么 宋书航怀疑居士一戏之所以能一直流传下来 从远古一直流传至今 很可能是功法的创始人大佬 一直不断地在忘记自己收了徒弟的事 然后这大佬就一直不断在诸天万界中寻找弟子 收传人 才将这门派流传至今 只影响天结 白前辈问道 因为他发现除了他外 隔壁的吃瓜圣君似乎也不受影响 宋书航继续点头 啊 是的 灵鬼仙子和自我师的联手只会影响到天结 让天结无法锁定宋书航 但这种小透明效果却不会影响到边上的人 至于为什么天结连白前辈也忽略过去 宋书航就不得而知了 隔壁的吃瓜圣君听到这里脑海里只浮现出卧槽两个字 他今天实在是雌穷 他这一辈子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 度过了一次次的天结 但他从来没想过天结竟然还能像眼前的霸宋白圣这样躺过 忘记了神功到底是哪一系的神功 竟然能将天结欺辱到如此地步 这一系到底还收不收弟子了 吃瓜活了这么久 自然也会有一些后辈 此时他都在考虑着 要不要将后辈交给霸宋 投入那个忘记了神功一系 那小宋宋 我们岂不是只要站在原地 等着九品天结的终结轰完就完事了 流星剑的气凌Q版白前辈欣喜问道 恐怕不行 宋书航摇了摇头 Q版流星白疑惑起来 为什么 宋书航抬头望着天空中 过去现在未来三大形态的天结 解释起来 因为天结有洗地全凭攻击啊 如果他们渡截不在特殊的天结世界 而是直接在现世的茫茫宇宙中 那说不定头顶的天结 在灵鬼仙子的密法效果下 不知道会批到宇宙的哪个角落去 可惜 这天结世界不像现世 他的面积有限 接下来的天结攻击 洗地全凭攻击一旦录下 宋书航和白前辈依旧需要抵抗 但不用太担心 就算是天结的全凭攻击 也会有一个伤害最高的中心点 而只要书航身上的灵鬼仙子 密法影响还在 那个伤害最高的中心点 就不会落在我们附近 白前辈伸手召回神桥 但没有将他们解散 显然 一会儿的渡劫过程中 他还需要用上这个神桥 神桥回归后 白前辈侧坐在神桥的护栏上 他伸手取出一些枝条 开始削起一次性飞剑来 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 不远处属于过去完成时的天结还在不断投放疯狂发泄 一道道狂暴的法器神兵天结轰落 在地面上爆出一个个巨坑 仙雷长矛不要钱般的投射 只剩那几尊强者烙印所化的人形天结还默默立于虚空节云上没有出手 来了 范围攻击要落下了 宋书航叫道 他一直盯着天结 过去完成时的天结也是有范围全凭攻击的 只见有24枚珠子所化的法器从结云上寄出 每一枚珠子上都泛着五色神光 虽然是投影法器 但由祖团杜结加压缩强化后的九品天结中结所幻化出来的投影法器 在一瞬间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已经不弱于这法器的本体 这24枚五色神珠连成一串 每一枚珠子里都仿佛蕴含着一个世界的力量 神珠从空中刷落 没有复杂的攻击手段 粗暴简单 小宋总能应付吗 Q版流心白问道 包在我身上 这种程度的攻击 我只需要寄出白骨巨人就能轻易挡下 宋书航说吧 就准备凝聚出那个送木头的大骨头渣子法术护体 但他身后有一道身影却以更快的速度主动迎击 是阿锦分城仙子 他先是伸手一撑 一座巨大的远古天庭虚影被他释放出来 笼罩住宋书航和白胜 甚至将大半个酒品度节空间都保护其中 这一手的威力已经远超正常节仙手段 拥有几分长生者手段的威能 护体法术释放完毕后 阿锦分城仙子主动出击 被动挨打可不是他的风格 公德舍美人换到 公德肥精从耸术行身上跳出 吹气般膨胀起来化为坐骑 同时公德舍美人尾巴分叉 分成九条尾巴 他用力一遇 蛇尾如乌贼盘吸附在公德肥精的背上 一蛇一惊朝着那二十四枚神珠天结杀去 仙子别忘记带上武器 三师中的膳师教导 膳师双手合十高举到头顶 一身僧袍将它紧紧包裹 双腿并排 整个身体化为笔直的衣字 然后膳师如同一根长枪破空而去 虚空中的公德舍美人伸手一将 将霸膳僧将夹在腰间 无尽的功德之光从闪师的光头上暴涨而出 刺眼至极 而这刺眼的功德之光 经过闪师合并的双掌凝聚 又化为四十米的光枪之刃 他就像一个闪耀的女骑士 英勇无畏 对着恐怖的天结发起冲锋 同时他口中还发出战役十足的冲锋号角 你这只臭虫想捏起来还真有点割手 如此可怕的天结对他来说 都只是割手的臭虫吗 吃瓜圣君盯着阿锦分成仙子 心中暗道 第2770集 仿佛是猜出了吃瓜前辈内心的想法 宋叔航抬头望天 割手的臭虫 真是令人怀念的称呼 不过 他罢宋现在已经是割手的小老许 不再是以前那柔弱的臭虫 见功德舍美人冲锋出去后 宋若恒暂停白骨巨人的凝聚 大声提醒 功德仙子 一会出手时注意力度啊 不要伤到天结的品质 这天结珠子外形这么好看 一看就让人胃口大开 所以不要对他造成太大的破坏才好 虚空中的阿锦分成仙子虽然没有回复宋叔航 不过他手中的动作却多出一道柔劲来 毕竟天结料理是除了蛇战莲花和刀翼通轩莲子外 他少有的能吃的东西 身为功德肢体 他能直接吃的东西可不多 虚空中那24颗珠子的力量源源不断刷下 特别是当功德舍美人主动现身时 这24颗珠子终于找到了可锁定之物 对着功德舍美人就是一波急火 面对这24颗珠子的合击 功德舍美人毫不畏惧 甚至没有躲避 他举起霸扇僧枪 40米的光枪迎着那24珠子的力量应对 逆流而上 珠子的力量仿佛是无量大海 倾倒而下 而功德舍美人手中的长枪 就是那令汪洋大海开路的神杖 神珠的力量一被霸扇僧枪枪间怼中 就会爆开 左右分离 露出一条供功德舍美人通行的大道 一眨眼时间 功德舍美人就怼到24颗珠子的本体面前 他枪间轻轻一挑 柔劲巧妙施展而出 24颗串在一起的珠子被轻轻打散 但珠子表面却没有一丝操作 功德舍美人继续挑动 一颗颗珠子被挑向下方的长生柱昆王柱黑洞 被存储到昆王柱之内保鲜 挑爆24颗珠子后 功德舍美人举枪对准节云之上的那十几尊强者烙印所化的人形天节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新的冲锋 自从成为霸宋的功德之力后 只要霸宋不死 他就能无限复活 所以哪怕是一打十几他也不去 更何况他手中的霸扇僧枪还自带二哈属性 只要使用霸扇 功德舍美人就会受到传染 变得特别欢悦 下方宋书航揉了揉太阳穴 啊 脑壳疼 他原本还想借助灵鬼仙子的秘术 多消耗一些天节的火力 可没想到阿锦分成仙子太活跃 直接怼到节云上去了 但这样也好 而且反正是终结了 直接上去打抱吧 白前辈站了起来 在他身边已经多了十余饼一次性飞溅 看样子白前辈已经准备就绪 白前辈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上吧 宋书航伸手轻轻一挥 给功德舍美人安排支援 他霸宋自从修炼起 平均每个月度一次天节 每次度节从来都只有他霸宋以多欺少 对天节时他都是组团刷天节 哪轮得到天节以多欺少 用人数来击辱他 不就是十几尊强者烙印所化的人形天节吗 宋书航心念一动后 树道身影从他身上浮现 紧随功德舍美人朝虚空掠去 一尊是宋书航的纯正牌分身 他一直代替霸宋度求品天节 此时和本体会合后被回收再分裂出来 就同步了本体的战力 然后是恶师和自我师紧随分身而上 七根霸神柱同样冲天而起 为功德舍美人提供支援 我来七哥战区 我们不必同时面对过去现在未来三种天节 白舰妹轻轻一遇站在神桥的护栏上 他手指轻点 十余柄一次性飞溅破空而去 刺向节云 七哥战区 白舰妹你不会是想将九品天节给送入到天道小黑屋去吧 宋书航心中一动 询问道 不用那么麻烦 白舰妹敏唇轻笑 十余柄一次性飞溅刺入节云 如同分界线一样扎在过去现在未来天节之间 随后 在宋书航和吃瓜圣君的注视下 整个节云空间被切割成三个不同的独立空间 吃瓜圣君瞪大眼睛 在九品天节空间中再切割出独立小空间 这也能做得到 谢中介这种东西 就算是大部分资深的九品节线都办不到 而白胜还只是八品 走吧 事实上 一味的躲避终结是一种浪费 终结还是要直接去承受 会比较有淬炼效果 白贤辈说着 轻轻一踩神桥 神桥拖起宋书航和白贤辈 桥的另一端架在现在节空间之中 白贤辈和宋书航顺着神桥 顿入代表着现在的现代化天节 无数的现代化天节却还是茫然地转动 他们依旧无法锁定霸宋的位置 想要攻击到宋书航 只有引爆那强化过后的天节核武 但按正常程度 这批天节核武要在降落后才会引爆 书航 准备好了没有 我要一口气将现代化天节全部引爆 白贤辈道 宋书航连忙施展四大脆体神功 变异刚手 儒家金刚身 圣缘龙力神功 以及胖球大佬的液态金身爵 全部运转起来 一大群儒装猴子浮现 手捧经书 但这次还没等这些圣缘开口 白贤辈就先一步动手 他手中的灵力凝聚成现状 轻轻一划 一眉眉现代化天节直接被引爆 天节的威力爆炸 将宋书航和白胜吞噬 下方的吃瓜圣君有些看不懂 不知道宋书航和白胜的操作意义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突然自己送上门去 任由天节轰炸 宋书航全力支撑着四大脆体功法 天节的威力在疯狂冲击他的身躯 给他带来一波波的剧痛 不仅如此 在天节的爆炸影响中 宋书航的神识受到影响 宋书航发现在爆炸中 自己和白前辈似乎冲散了 白前辈并没有回应他 宋书航皱起眉头 片刻后 宋书航突然收起了四大脆体神功 然后直接将自己的状态转化为 尾部朽模式 而他刚一转化完成的时候 无数天节爆炸的力量 就涌入到尾部朽模式的烟雾中 将他的身体撑起